Hello 大家好 朱春桃 今天凌晨凌時左右 青州坊大廈停車場發生火警 幸好消防和警員及時到場處理 初步懷疑有電動電單車起火無煙 確切原因有待調查 幸好今次消防特別快手到場 趁他未燒著的時候 到場將火撲熄 大家看到電機應該是電池的位燒著 搞到座位下面燒到溶了 看怕部車都弄不回 依犯到浪費買過第二部 有網友好像很眼淚 說部車好像改過 不知有沒有改過 總之現在就自然 最無辜的隔離那部外賣車手的電單車被他燒溶了 生除工具都沒有了 搞到暫時不能開工 有網友說不知道有沒有賠 有人說有得賠 有人說沒有得賠 不過就算有得賠 你索償的過程應該都很漫長 才能追回 電動電單車 大陸叫做電動摩托車 簡稱電摩 我們叫電雞 如果大家有開車上大陸的經驗都知道 電雞周街走 左穿右插 不是他們危險 是我們開車的才危險 不過這些電雞車肯定是外賣小哥的恩物 因為三千多元有部 而且不用考牌 只是登記車就可以上路 這些電雞車在大陸三千多元有部 但同樣的東西來到澳門變高檔 50cc馬力的電雞車都要12000-13000元 這些車間間都會自己燒著 其實重點就是有網民關心 我們消防有沒有對電車自然著火 做過這些演習 我印象之中好像不多覺 網民關心澳門其實很多地下封閉式停一場 電車或充電裝起火的情況下 消防有沒有制定相關的措施機制 有沒有類似模擬演習等等 最近幾天見到一條影片 顯示新加坡消防局針對電動車起火 制定了一系列的撲救方法 看影片的確是比較有效和快速地撲救電動車著火 澳門的消防員這麼高工 有空也要考慮一下 好,這集到現在也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一下